巴尼也出国风主题的盲盒了 今天我们继续挑战端河出隐藏第十八弹 泡泡马特 巴尼春河景明盲盒 春河景明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至若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臂万情 这个系列给分成了三个意境 花中四君子 雅人四号和诗意成行 隐藏款叫茶马古道 我们看多了马卡龙色系和莫兰迪色系 有点审美疲劳了吧 借巴尼这套古风盲盒 一起来欣赏一下国风颜色的魅力吧 这套无论是古风的巴尼还是营造出的意境 真是太美了 所以我准备了古风场景 咱们边拆边摆进去 一定特别好看 花中四君子 雅 巴尼的额头上画着梅花的花电妆 脸颊两侧是飞霞妆 头发是朱砂的渐变色 身上穿的小裙子也有梅花的图案 手上拿的小扇子也有梅花的图案 真的有种墙角树枝梅 灵寒独自开的韵味 花中四君子 蓝 她的额头上应该就是蓝花的花电妆啦 在酒窝的位置点两个小点叫面叶妆 她梳着渐变粉子的头发 两个发际还加入了闪粉呢 裙子是鼠红加藤黄的渐变色 国画般的配色 你爱了吗 花中四君子 竹 她额头上这个图案应该是代表竹子的花电妆 头上还有竹节的头饰 她是茶色的头发 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竹青的铜色系服饰 非常典雅的一支 花中四君子 橘 她的额头上点了个红点哈 这个叫点颊 她的身上出现了好几种绿色 这个就是国画调色和蕴染的魅力吧 妈爷 古风巴尼真是绝美颜值啊 放在这个场景里太美了 雅人四号 琴 她额头上的花电妆真的好好看呀 手里还拿着琵琶 真的有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黑色的发际就是中国古典美人的感觉 牡丹红的裙子上还有金色的闪粉 特别的贵气 雅人四号 琴 黑色的发际 胡蓝色的眼睛 太白色的服饰 额头和衣服上是蓝花的图案 真的有种翩翩公子哥的感觉 手里拿了一颗黑色的棋子 你是要跟我下一盘围棋吗 雅人四号 书 我好喜欢这支啊 头上的小啾啾特别可爱哈 依旧是花电妆和面夜妆 两个小酒窝还是爱心的呢 头发和上衣采用的是国画中的鹅黄色 穿的裙子是加了珠光的鼠红 手拿毛笔 图写出了怎样的动人篇章呢 雅人四号 画 他是太青蓝色的眼睛 头发是紫色的渐变 还加入了珠光漆 特别好看 手握珠纱笔 他画出了怎样的优美画卷呢 他们两两一组好像在切磋记忆一样 有没有薄牙与紫漆的感觉 诗意成行 云 看他这眉毛上点了两个点 这是唐朝贵族非常流行的 叫鹅眉 梳着二清颜色的渐变发际 头的两侧还带着银色的发饰 再加上他这随风飘起的衣摆 真的应了那句话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福建 露华农 诗意成行 蝶 这只好好看呀 他的发际和身上穿的衣服 有点像嫦娥呀 头发是加了珠光漆的 太白渐变色 全身都有蝴蝶环绕 额头上的花垫妆 也是蝴蝶图案的 有没有点破茧成蝶的感觉呢 诗意成行 依人 哇 这只巴尼真的好乖呀 看他的神情真的让我体会到了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那种 渴望而不可及的思念之情 鹅黄色的头发 壮色金边的服饰 有点朝鲜族姑娘的感觉 诗意成行 飞天 飞天起舞 大梦敦煌 这只巴尼难道是从敦煌壁画里飞出来的吗 身穿珠镖和头绿色的服饰 身上还有透明飘带围绕 头上梳着鹅黄色的渐变发迹 整体的姿势也非常的灵动 我特别喜欢这只 拆完这四只 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大为震撼 好啦 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 泡泡马特巴尼春河景冥盲盒 喜欢古风的你 一定别错过这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多多跟我互动吧 我们下个拆盒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